战争给士兵家属的创伤有多严重 今天是贝斯弟弟的继日 贝斯和外婆一起去祭拜他 回家后他便坐在花园一动不动 之后突然拿起一把剪刀 对着花园的花就是一通烂剪 还把花盆摔了得稀烂 罗根发现他的情绪不对 连忙冲上去抱住他 防止他失控伤害到自己 贝斯冷静下来之后 开始向罗根倾诉 贝斯的弟弟原来也是海陆军战队的一员 一年前弟弟意外在战场牺牲 但官方没有说清楚 弟弟到底是如何牺牲 只是表示还在调查 还说他弟弟可能是被战友误杀的 他和弟弟的感情非常要好 和罗根说了几件两人而时的去世 但说着说着就哭了 罗根心疼地抱住他 轻声安慰他 这一刻 两人的心逐渐向对方靠近 之后的日子里 罗根也渐渐融入了这里 他经常会带着小杰一起玩 贝斯就在旁边牵着狗 边散步边看着他们笑 而这一幕 都被开车过来的前夫看在眼里 他感觉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是来带儿子参加棒球比赛的 但把小杰送回来的时候 孩子脸上竟然受伤了 看着前夫满不在乎的表情 贝斯感到非常愤怒 和前夫争执了起来 前夫不是什么绅士 火气上来就想对贝斯动手 好在关键时刻 罗根喝住了他 吓退了前夫之后 罗根询问贝斯 为什么不带孩子离开这里 对此贝斯很无奈 因为前夫毕竟是小杰的父亲 为了孩子他不能离开 等罗根准备回家时 贝斯叫住了他 邀请他晚上一起去散心 晚上很快就到了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约会 他们在晚风的吹拂下 把酒言欢畅聊人声 之后贝斯带罗根来到一艘船上 这是他儿时和弟弟的秘密基地 但是遗憾的是 这艘船坏了 这次约会非常成功 送贝斯回家时 罗根忍不住想去问贝斯 却被强烈的光晃瞎了眼 前夫拿着手电对着他们晃 这是他对罗根的警告 罗根只是默默站着 看着他们远去 四日一早 罗根就买了很多修船的材料 打算帮贝斯把船修好 此时的贝斯从窗户看着他 连洗碗都没办法专心 这一刻他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对罗根的心意 罗根非常喜欢小杰 有空就会带着小杰去湖边划船 贝斯则在岸上静静地看着 小杰生日这天 家里开了一场派对 罗根站在一旁 静静地看着贝斯和小杰笑 前夫看到这一幕 心里非常不爽 随即萌生出了一个想法 感谢观看